孙悟空叫土地公来问 问他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哪里来的妖魔 土地公又说 大圣啊 这座山就叫做 磐丝岭 岭下有个栋 叫做磐丝董 栋中有七个女妖精 啊 那他有几大神通呢 哦 小神力薄威短 又不知道他有几大手段 只知道那边正南方 来这里三里远 有一道叫做作枸泉 是天生的热水温泉 本来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 自从七个妖精来这里之后 就占了那个地方 啊 仙姑也怕了他 没有跟他去争斗 我见到天仙也不敢跟他斗 那便必然是有点本事的了 啊 那他占了个泉水来做什么呢 哦 这七个妖怪啊 好喜欢洗澡的 一日三次来浴池洗澡 来自时已过 一会儿五时他就来的了 那好吧 你回来了 等老孙自己去捉他们算了 那土地公立刻扣了几个头 凌转身鸡的脚飞快走去 孙悟空就摇身一扁 便是蚊子仔 扑在路边的树上来等候 等了一会儿 听到字字杂杂 好像蚱蚱吃桑叶那样的声音 越来越响 一会儿 不见了那些师省 就见到有几间茅屋在那儿 又听到嘻嘻一声 到门打开 七个女子 嘻嘻吓吓有讲有笑 手拉手肩并肩地走过来 孙悟空灯大双眼一看 果然生得十分美貌 有如上俄下界仙女临反 哎呀 怪不得师父那老和尚 要来这儿化妻了 原来有七个绝代佳人在那儿 让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那孙悟空一飞 就飞去前面的女子 你是她头发上面那儿薄着 走了过桥了 那女子就向后边叫一声 姐姐我们快点去洗凉了 洗完回去蒸个肥和尚来吃 孙悟空听见就偷笑 哎呀 你们妖怪都挺懂得吃的 蒸就更好过杀了 那几个女子一路走一路彩野花 摘野草 没多久就来到浴池 那里有一座门楼 十分壮丽 遍地野花香艳艳 满源难为物心心 那个女子就走上前 把那道门推开 中间呢 有一个清泉的热水池 那个浴池若摸有五丈多阔 十丈腸 池水有四尺深浅 水清见底 水底有个泉眼 那些热水呢 好像龙王喷猪一样 喷喷喷喷水泡上来 四面有六七个洞 将水流出去 一直流到二三里路远 流入农田里面 池旁边有三间亭 每间亭中间放着一张八只脚的长板凳 两边就放着两个衣架 孙悟空一飞就飞到衣架那里 那七个女子一来到浴池 就脱了衣服来挂在衣架那里 然后叮叮叮叮 就跳了下水去玩水 我孙悟空就想动手去打 只想 哎呀 那老孙要杀死他们用什么意 只要将那只如意金枯棒浴池到一了 那就多多都不够死了 只要我堂堂男子汉 打死这几个丫头 被人说我成人不備以强灵弱 起飞驼衰我明星 哎呀 常言到男不与女战 等老孙将那些衣服拿走他 等他们浸在池道不起得身才行 于是他们摇身一变 变了只恶老鹰 在空中扑下来一找 就将七套衣服拿走完 然后延翻本上去到路边 找猪八戒和沙和尚 那个猪八戒一见就问 喂喂 个个啊 不见师傅回来的 哎呀 你拿着那么多衣服回来的 嘿 这些是妖精的衣服啊 哇哇 穿那么多衣服啊 不是 一共七套啊 啊 那七个妖精都打死了 垂下来啦 不用垂啊 他们自己放在那里 这座山叫做磐丝岭 那个村庄原来叫做磐丝董 董中有七个女妖精 将师傅逐足吊在梁上 他们现在去了作构泉冲凉 商量说冲完凉就去蒸师傅来吃 我看见他们七个女子 我看见他们七个女子浸在水上 我怕一棍打死了整 我看见他们的老鹏 我看见他们的老鹰 我看见他们的老鹰 拿走所有衣服回来 现在趁他们不敢上水 快点解救师傅啦 朱伯家一听就说 哎呀哥哥啊 你这么做就不妥当啦 妖精都能够流根的 妖精不打死那怎么办的 就算我们现在救师傅出来 他现在怕丑不敢上水 到晚刻他回家换一套衣服出来 那又不是会追我们 就算现在我们走掉了 以后取经回来过这个地方 他都会来尋仇的 那你说怎么好呢 哦那当然杀了他先救师傅好了 暂草除根 哎呀那我就不去啦 要打要杀你你去啦 那朱伯家听说叫他去收拾女妖精 宽天起地 拿起那只狗翅扒 飞快就跑去作救船 一推开门 见七个女子蹲在水池里来到骂 哎呀那只死麻鹰呀 那个死绝种 把我们的衣服都担了 叫我们怎么回家呀 那朱伯家就傻头傻怒地走过来 那女菩萨呀 什么在那儿洗凉呀 啊那池水这么漂亮 等老猪都冲一下才行 七个女妖精就 哎呀鬼杀地吵 哎呀那你这个和尚这么无礼啊你 啊那我们是在家女流 你是出家的男子 古书都有说七年男女不同籍嘛 你这么不知丑啊你 哎呀你又是公共地方你洗得我又洗得嘛 说完就顶顶顶一声跳到水里 吓到那几个女妖一尾就叫救命 朱伯家是天蓬元帅嘛 很熟水性的 一落到水就变了一条鲤鱼 又来又去冲完凉了 然后翻翻上水 摇身一变变了个朱伯家圆身 拿着狗尺耙大声喊 你七个妖精听着 我是大唐取经的唐三藏的徒弟 天蓬元帅 朱伯能八戒 你们想将我师父精力吃啊 你呀 确有胆啊 老猪的师父 你也敢吃啊 快快快快 不伸个头出来 每人领我一拍 那七个妖精一听 就吓得连魂魄都没了 一切在去求 哎呀老爷啊老爷 是罪是罪 我们有眼无珠 捉错了你师父 虽然是吊在梁上 知未曾家刑 没有受到什么苦啊 望老爷你大发自卑放过我们啦 喏喏喏 我们情愿补一些水脚钱 送你师父去西天系啦 不是 说不多了 老猪就被那些妖精 压得多了 精了 不信得过你 说完一举起铁扒 就坐下水那里 那七个女妖 一起跑上岸 在肚子里噴出尸绳出来 立刻就击成一个尸罩 朱八戒就看不起那七个女妖 就不在意 就未曾防备 一下子就被尸罩罩住 软绵绵里面黑蒙蒙不见天日 他想拿个扒来坐 谁知手脚都不动 原来罩里面都是尸绳来的 左右绑到实了 出力敢吹 吹也吹不动 越窄就越紧 朱八戒争扎了半日 根皮力券头云眼花 整个躺在地上 那些尸绳绑到机会 连吐气都吐不了 七个女妖 嘻嘻哈哈 回到屋里面 换一套衣服出来 念了几句咒语 就收回那些尸绳 那个朱八戒已经被他绑到暈了 整个扑在地上移动 都不懂得移动 七个女妖也不理他 一直走到后门 喊了一声 是门啊 快点出来 原来那七个妖精 每人有一个儿子 都不是他们生的 是修养的养子 叫做蜜马青王 蜃就是蜜蜂 蜃就是蜜蜂 黄就是黄虫 黄就是牛莽 鸣就是鸣鹅 鸣就是鸣虫 由于那七个妖精 到处结网 前几年捉了这七种虫 本来想拿来吃 俗语有话 琴有琴言 瘦有瘦语 这些虫是要求妖精遥命 愿意认妖精做妈妈 于是妖精就收下这七个做养子 现在妖精一挨 那七个儿子就出来问 妈妈有什么吩咐 是啊 刚才我捉错了那个唐朝和尚 给他的徒弟来尋仇 几乎连命都没有 你们快点出去门前打退他们 如果打赢了 就立刻来你舅舅家找我们 啊 说完七个女妖精 就一起去了他师兄那里 问知黄虫牛亡 这七个独虫 就不识死 一个个磨拳策掌 站在桥上 要来显身手 再说个朱八戒 被妖精的师兄 绑到半条人命 几乎断起 暈了一会儿醒了之后 哎 不见了那些师兄了 他就立刻爬起身 连爬带滚 就扔回来找孙悟空 哎呀 个个 妖精真厉害 被他绑到老猪 几乎断起 好在后来的成熟 不知道怎么 自己掉了 不见了 哎 遲点 当我都没命了 哎呀 你惹下大祸了 你 那妖精一定是 回到家里面 伤害师傅 快点 快点 救师傅 紧要 于是 孙悟空 朱八戒 沙和尚 一切就赶到 来到 装钱 只见桥上有七个小妖 站住在那儿 孙悟空一看 就笑起上来 哎呀 哎呀 你几个奇梨怪 自高的得尺两高 重极都得几斤重 你站住干什么 我们是七仙奶奶的仔 你斗胆欺负我母亲 还想打上门来 你别走 给你厉害你看一下 那朱八戒 刚才吃了一场盔 一套火 见了七个小妖 在坐头坐势 就拿着狗尺扒 就扫过来 哈 那几个奇梨怪 见了朱八戒 打过来 他又不拿兵器 又不走 摇身一边 哇 一变十 十变千 千变万 满天飞满了 黄虫蜗名鹅大蚊子 遍地爬满了 蚂蚁牛蚂 蜜蜜麻蜡 住八戒一看 就怕了上来 喂喂喂 哥哥 走了 走你们去看 哇 是不是那个蜜蜂厉害 那些蚊子 整两重的尺 被他浸一下 面 面都肿了 哎呀 兄弟 你不用怕 老孙自有手段 于是 他就吞了一张豪母 召唤他 然后叫了声 黄麻白雕苍如药 朱八戒就说 哎呀 个个 快点走啦 还说什么黄麻白苍苍如呀 哎呀 你不知道 那些妖精的七个仔 是七种害虫 我这些是七种鹰 黄鹰 麻鹰 白鹰 雕鹰 苍鹰 鱼鹰 遥鹰 于是孙悟空 向空中一贫 当堂满天飞离七种鹰 鹿鹰 最终吃虫 多多都不够他吃 天上就吃光了 地下的牛亡 蚂蚁 就被他们用翼 拍几拍 一下子就死青广 三兄弟就过了桥 进到里面 见到唐三藏还吊在梁上哭哭啼啼 那次八戒就走上船 哎呀 师父呀师父 你又来化齿 齿又吃不到 自己变了果精种 就来给人精来吃了 行啊 沙和尚就说 哎呀 二师兄 别说笑 快点救师父啦 孙悟空就扯断了城锁 将师父救过来 师父 妖精去了哪里呀 哎呀 悟空呀 我也不知道呀 刚才的七个女子 跑到后面 找她的儿子 现在不知道 去了哪里啦 三兄弟就各人拿着器械 前前后后找了一轮 踪影全无 孙悟空就吩咐 快点扶师父上马 离开这里 那猪八戒就说 慢着 慢着 你们扶着师父先 等老猪一怕 坐垃他这几间屋 等他们回来 斗口都没了先 哎呀 那八戒 不用那么费力呀 一把火烧清光 他和他断根算了 那傻佬 真是拿那些孤芝干草来 一把火 将几间茅屋烧清光 于是 师徒四个 又继续西走 走没多久 远远就见了一处亭台流过 长浪大殿 门前杂草物 宅外野花香 山环流过 溪扰亭台 别是一番景致 孙悟空就说 哎 师父啊 这儿不是皇后住宅 亦非豪富之家 好像一间甘冠寺院 那样啊 不如走过去看看吧 唐三藏就快马加鞭 一直来到门前 门上面 箱了一块石板 写着黄花冠 王花冠三个字 唐三藏就下马 朱八戒就说 王花冠 是道士之家 那我们进去相会一下 他和我们虽然医官有别 只是一样是修行的 沙和尚就说 是啊是啊 一侧进去看看景致 以侧为生口 如果方便化些 只给师父吃一下也好 于是 师徒四个就走进去 见门上有肤堆暖 写着黄牙白雪神仙虎 瑶草奇花 御是家 孙悟空一看就笑起上来 嘻嘻 那你个道士是上山取药 烧火炼丹的吧 唐三藏就问了他一下 悟空啊 小心点啊 别说那么多话啊 我们和他不相识 又非亲非故 坐一坐就好走啦 不要理他做什么的啊 走过了二道门 见到正典就删到实 在东郎下面坐着那道士 在那儿整着药丸 唐三藏就连望上前行礼 老神仙 贫增又来 那老道士抬头一看 马上放下药丸出来迎接 老师傅 失形失形 来来来来 请入里面坐 唐三藏就跟进入里面 推开门 见到殿上有三清圣像 工桌上有香炉 唐三藏就烧香礼拜 道士就请唐三藏师徒坐 吩咚道童断茶 有两个道童又进入里面 冲滚水洗茶杯 拿茶叶走出走入 就惊动了那几个冤家 对头 原来盆思董那七个女妖精 和这个道士同堂学艺 他七个一盆思董走出来 就来到他师兄这儿 见了两个道童 手忙脚乱 像冲茶就问 为什么这么忙碌 有什么客人来了 刚才有四个和尚来了 师父叫冲茶 和尚 有没有个白白正正的肥和尚 有 有没有个长嘴大耳 有 哎呀 你快点拿茶出去 打个眼色给你师父 请他立即进来 我们有紧要的事跟他说 那道童就拿着五杯茶出去 道士就拿起茶参径堂三藏 然后请孙悟空三个喝茶 刚刚喝了一口 道童就打到个眼色 老道士就说 哎呀 列礼长老请坐 啊 啊 童子 你在这儿事后列礼 我进去一会儿就出来 道士就进到方丈室 那七个女子一起跪下 师兄啊 师兄 你听小妹一言啊 老道士就扶起他们说 啊 你们这么早来到我这儿呢 我就知道你们有话想跟我说的了 只因为我今天正是修炼单元 这种单元是避其阴气的 故事又不回答你 如今有客人来 有话一会儿再说吧 师兄啊 这件事就是因为客人才这么急要说给你知道 如果客人走了就说也没用的了 那道士就笑起上来 哎呀 炎妹呀 有什么这么紧要的事 迟也不说 早也不说 谁正有客人来才说 哎呀 你别说我这个是清静修仙之辈了 那你就算是那族人 有妻子老少家无事的 都要等人客人走了才处置的嘛 美国被人说半句闲话 他说我态慢客人 那就不好听的了 好了好了 等一会儿再说吧 七个女子一起拉着他 师兄啊 不行的 不行的 哎呀 师兄 前面的客人是什么人来的 那个道士就不高兴了 合起来的嘴 不理他们 师兄啊 刚才道童进来冲茶 我听他们说是四个和尚来的 道士有点发火了 和尚又怎么知道的 你理那么多做什么呀 师兄啊 四个和尚里面 是不是有个白白正正的和尚 有个长嘴大耳的啊 师兄 你有没有问他们 哪里来的啊 老道士见他们 一来一次追问 四个和尚的事 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就问了 啊 你们在哪里见过 这几个和尚的啊 师兄 这几个和尚是去西天取经的 今早啊 有一个和尚来 让我洞前化债 我们听闻是唐僧来的 就将他捉了 啊 你怎么要捉了别人 我们听人家说啊 说唐僧是十世修行的真体 有人吃了一块肉就延寿长生 故事我们捉了他 谁知后来来了个长嘴大耳的和尚 拿走我们的衣服 还要调弃我们啊 我们要赶他扯 他拿支狗尺扒来打 我们几乎遭他独守 差点连命都没有啊 后来我们派你七个外生去和他打斗 你现在还没回来 怕凶多吉少了 庆长你念在我们昔日同窗之下 帮我们报仇伸怨啊 那老道士听完就发生了 啊 那和尚居然如此无礼要欺负女流啊 哼 你们放心 等我去摆布 七个女妖就一起说 师兄啊 如果你和他打 那我们一起来帮忙啊 不用 不用动手的 一打就低三分的了嘛 嘿嘿 你们跟我来啦 众女子就跟着他进去 那老道士呢 入到房就搬了一张梯 在床后边就爬上屋梁 拿了个细细的皮箱来 那箱呢 有八寸膏 一尺长 四寸阔 有把铜锁锁住的 道士就在三咒那里 蒙了一条黄色的手巾仔出来 打开手巾 里面就包了一条锁匙 他用一条锁匙就开了箱 然后拿了一包药粉出来 这包药粉就金贵了 原来呢 是要山上一千斤雀仔屎 用铜煲来得熬练 日夜要火候均匀 一千斤才练成一匙羹那么多 再将那匙羹要炒到剩下三钱重 我道士就对七个女子说 前妹呀 我这种宝贝呀 如果人吃了它呢 只要一尼就实死无疑的了 就算是神仙呀 吃了三尼都没得医的 这几个人怕有些道行的 好了好了 给他每人三尼 你们快点去拿尼等尼 于是就剩了一分二尼重 分做四分 又叫道童 摘了十二个红组尼 分放在四个茶杯那里 每杯茶就放足三尼毒药 另外又拿两个黑棗来 放在另一个茶中那里 然后对那七个女子说 我现在是问过 他们是不是唐朝来的 如果是呢 我就叫换茶来 那你就叫童子 拿这几杯茶出去 让他们喝掉它 嘿嘿嘿 等他一个个身亡 那就和你们报仇解恨了 七个女子就千多答万多谢 于是道士就快点换了新衣服 然后返回出去 哎呀老师傅 真是对不起了 哎呀要你们久等了 失陪失陪 刚才我进去吩咐小徒 去摘些青菜萝卜 回来安排一餐素斋 来到供奉师傅 故此拖了这么久时间 哎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唐三藏就说 哎呀贫增素手进败 怎么敢努烦斥斋呢 哎呀哎呀 哎呀我们都是出家人 见山门就有三星逢凉 哎呀 哎呀 怎么这么客气啊 请问老师傅 在何寶山 到此又有何贵干呢 贫增乃东土大堂 大堂架下 猜往西天带雷阴子取经的 路过先公 揭成进拜 老道士一听 满面笑容 哎呀哎呀 老师傅啊 你真是忠诚大德之佛啊 小道不知 失于迎候 哎呀 恕罪恕罪啊 童子 快点换茶来 哎呀 那道童就立刻走入里面 七个女子就叫她过来 那 这里有现成的好茶 快点拿出去 那道童呢 就捧着个盘 将五中香茶拿出来 那老道士 将一中红草茶 就奉上唐僧 见到猪八戒又肥又大胜 就当他是大徒弟 将沙和尚当做二徒弟 见到孙悟空最恩婿 就将他当做三徒弟 故事是第四中茶 才奉上给孙悟空 哎呀 那个猴子王 真是厉害 他一眼纳下去 见到人人都是红草茶 那道士呢 自己拿一种黑草茶 他就说了 哎呀 先生啊 我和你换一杯来喝